接着来关注各报头条 中国报是聚焦18岁少年在巴士上为手机充电 却不幸触电身亡的事件 交通部长陆兆夫已经下令陆陆公共交通机构 即刻冻结涉案巴士的运营执照 部长也宣布启动特别工作小组 由陆交局陆陆公共交通机构和道路安全研究院 联手调查事故照音 确保类似意外不会重演 这些罕见意外之所以能够先起热度 是因为越来越多巴士会提供充电接口 这可能引起安全引游 新州日报则关注菲律宾当局倒破 一个由我国公民操控的非法园区 这个园区涉嫌诈骗 人口贩卖 体育博彩等等网络诈骗活动 园内有上千名员工 其中有大约300人是我国公民和中国人 有消息指出这个园区的高层 包括经理都是我国公民 调查还发现了相关公司 没有获得在线博彩经营许可证 是属于非法经营 因此管理层将面临至少三到五项 违反博彩监控政策和反人口贩运法的指控 先海峡时报方面关注的则是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首都吉隆坡之外 巴达林县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所有州属和联邦直辖区 达到1657亿令吉 在全国范围之内 巴达林 柔佛 新山 巴生 乌鲁冷月和沙拉越民度路 是贡献全国生产总值的主要县市 一共占了2020年GDP的34.8% 报告点出 我国人均GDP是落在36265令吉 其中有29个线超越了这个水平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在上海揭幕 刚刚在今年6月获准进口到中国的新鲜榴莲 这次也会在进博会亮相 预计将会引起全场关注 目前的DP生产自我国的树上熟新鲜榴莲 已经进驻上海和北京等地区的河马超市 榴莲厂商总会会长陈易康披露 博览会上设有我国新鲜榴莲专有摊位 当期的目标是要在今年底 把出口量提高到1000吨 在新鲜榴莲量向进博会智慧 他会有信心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吉打古邦巴塑一处甘榜的老屋最近突然爆红 因为有两辆轿车飞上屋顶停泊在屋顶上 老屋的屋主穆罕阿旺受访时指出说 这是因为他的侄女结婚 在家办婚宴 需要容纳大约1500名宾客 无奈屋外的空间有限 于是他就突发奇想 用神手把家里的宝藤赛家 还有林路轿车吊上屋顶 为宾客腾出更多空间 屋主指出 他的儿子是建筑工人 所以轻易就能够找到神手来帮忙 他们花了大约是半小时 就成功将两辆车吊上屋顶 由于他们的家屋顶是水泥地 而且还有大铁架支撑 所以不担心会坍塌 屋主还说 车子只是暂时摆放在屋顶 就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无心安排 却让他们成为了网路焦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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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